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串钩怎么去用 然后挂蚯蚓 串钩你过门之后先观察 离钩的近的连接该时候 离钩的远的是连接 你先观察一下钩的 然后把这边拆开 拆开之后 连接钩上 然后从后面往前面去拆 拆开之后这样是顺着的 这样是顺着线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拿下来之后 这样是炸狠着 是吧 炸狠着能降低给你主线缠绿的几率 这样用是炸狠着 大概能看清楚 就这样子线给你主线炸狠 然后挂蚯蚓 蚯蚓都能去挂了 你直接钓黄蜡丁很 嗯 蚯蚓效果还是特别不错的 然后找出了一条蚯蚓 稍微大一点的吧 嗯 如果你在不知道鱼琴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去挂 东河挂法 东河挂法就这样去挂 往里面穿 从这个部位往上穿 啊 直接往上穿 穿里面来 然后穿里面 哎从头的部位给拉出了一起 这个正常来说掐开是小鱼的挂法 但他这样去挂 再穿一道 再穿上一道 这样就是东河的挂法 即使你有小鱼 把这个鱼尔塞下来了 然后上面还剩一件 就是东河的挂法 再演示一遍吧 应该好像没多少大一些蚯蚓 大一些蚯蚓挂更快些 嗯 更好演示一下 就是你这样直接从这个部位 直接穿上一道 使劲往里面推一下 然后别直接穿过去 头的部位给拉出来一件 让露着露着点头 看吗 直接露着蚯蚓头 然后呢 从中间再挂一下 嗯 底下再挂一下 也穿了好几套 秋蚓活性还是特别不特的 正在直播中 紫纹防吊的 来直播间 嗯 嗯 嗯 对